大家好,欢迎回到索卡艺术 周明德各展山色的现场 我是Maggie 我是佩妮 上一集我们提到我们这一次会介绍一则爱情小故事 而这一则故事呢,就要从我们身后的 清洗竹石图说起 Maggie啊,你有发现画面中的男女主角吗? 你是指竹小姐跟石先生吗? 没错,这让我想到红红梦的墓石情缘 其实在清朝的时候也有一个民间故事 竹石良缘 女主角竹小姐身在一个富贵人家 是一位非常漂亮又有气质的才女 很多人都慕名求亲,却都吃闭门羹 男主角石先生家境清廷 却非常的勤奋好学 她也爱慕着朱小姐,却是不敢高攀她 所以呢,她不断努力向上求取功名 直到她高中状元的时候才姑息勇气爱的告白 后来呢,也才发现朱小姐 其实在她还没有功成名就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她了 一心期待她能够越过重重的关卡 来到她的身边 最后,心有所属的两人 忠诚眷属,成为当地的家画 哇,好励志浪漫的爱情故事哦 Pengy 钟明德画的竹,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耶 Penny,眼力很好哦 钟明德在这里是以北宋最擅长画墨竹的一位画家 文童,她所画的一幅墨竹图为蓝本 竹枝的造型看起来虽然很相似 但不同的是,她在这里用浅墨来描绘竹枝跟竹叶 用更加贴近当代艺术,平面化的形式来呈现 再用溢材质像是金箔、银箔 还有更深的墨来装点叶片 展现出生动活泼的四色洗竹 带有招伏纳吉的意思 那右边造型很奇特的石头 钟明德也是用银箔贴出来的耶 大看很平面 但从不同的角度看 会因为光线的反射 感觉很像浮面波光灵灵的效果 这个石头其实就是太湖石 太湖石原产于苏州洞庭山的太湖水当中 因为长年水浪的冲击 所以产生了很多的孔洞 形状就非常的奇异俊俏 受到古代造元家的青睐 所以常常会在中国古典的园林当中 看到这样的石头 太湖石在传统文人的眼中 也具有很重要的意涵 代表着一种大自然的力量 还有一种审美的精神 以及象征文人的风骨 就像他另外一件作品胡石一样 胡石这件作品看起来好像是摄影作品 而且也有点像判比素描 其实周明德一样是用水墨画的 只是他用的纸材是银尖纸 留白的部分就像是光线打在石头上的反光 所以在明暗的效果上会更加的显著 让画面更有立体感 这件作品让我联想到宋徽宗的降红石图 历代皇帝或贵族文人好像都很喜欢欣赏其实 就是越稀奇的东西越珍贵 所以这个可能是真的价值不菲呢 以前是受到皇帝喜爱的东西价值连成 现在受到藏家们喜爱的东西 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下一集我们就要介绍周明德最受藏家们青睐的作品 此山中系列 喜欢我们的观众朋友 欢迎按赞留言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